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这个节目《新任透视》 我是快必,他是梓健 我今天穿了青苔的旧衣服 新的青苔衣服大家买了没有 现在买不到 下年青苔衣服 维权那件没有了 因为维权很快 市民很喜欢维权那件衣服 但是似乎公民社会喜欢维权 但是原来有些建制 香港基督教也可以说是一个建制 原来建制和建制是真的可以做朋友的 还可以结婚 不是信与不信 圆不相配 是建制与建制本来就是一对 当然看看教会的建制 究竟它的利益是站在哪裏 因为如果说到这个问题 今天不会讲的 讲回我们那天在天主教的经历 下一集可以讲的 你看到另一个角度的建制的对立 它的相近但是它又对立 没错 现在讲的是香港基督教建制的问题 想起基督教 想起谁 想起香港基督教有很多人想起 当然不会想耶稣的 我觉得现在 如果想起香港基督教 可能想起林以洛牧师那些 是吧 苏永治牧师那些 没错 香港基督教很少想起耶稣的 你想起谁 你试试访问这些人就知道 是 你说去香港基督教 或者说基督教 不用说香港 要对香港人说 你想起什么 林以洛牧师 林以洛牧师 蘇哥好笑的 搞笑 蘇永治牧师 蘇永治牧师 很勇的 很勇的 反对同志 是的 很勇的 可以和大陆沟通得很好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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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呢 当然是更出位的 有我们伟大的 林岁伦公 林岁伦局长 是的 林公岁伦局长 是的 林岁伦局长 因为他也是一位基督徒 林岁伦 王仁龙也是基督徒 李兆光也是基督徒 李兆光也是基督徒 优騰华也是基督徒 没错 曾荫权就是天主教徒 其实也是信基督 所谓的 是的 那就是 议员方面 议员方面也有很多基督徒 近期最爆的莫哥夫 这个充满罪的罪论 充满罪论的梁美芬 梁美芬姊妹 梁美芬姊妹 是的 其实近日在网上 我们就发现了 有一封的公开信 是写给曾经当日 公开支持过梁美芬姊妹 即是基督徒 参选的13位基督教的领袖 那些公信就说他们是史徒 是一篤史的史 这13位是什么人呢 先读一读他的名字 明天希望我们 大家在网上搜寻这个名字 就会找到我们这一段的节目 希望 希望 可以吗 帮忙 苏永智 黎振满 张鸿秀美 陈世强 陈树安 梁燕成 庸永琦 李炳光 吕宇俊 刘金胜 吴思源 吴思河 还有一位是杨学明 厉害 这几个名字大家都要紧记 十三位可以说是基督教的 建制派牧师领袖 没错 建制派基督教领袖 没错 他们真的可以和政府非常合格 是的 所以在几年前的选举里面 共同推荐梁美芬姐妹 盛赞梁美芬姐妹又爱主 又是信徒的榜样 西九良心 西九良心 不是粗口 我假定牧师不会讲粗口 我假定牧师不是讲反话 如果我是牧师 梁姐妹就是西九良心 西九 我当然是讲什么 大家明白 但是我看回那段片 是 当日这位牧师是黎振满牧师 黎振满牧师 黎振满牧师如果最近 看J2 无线电视的J2 有一个叫Big Boys Club的节目 没有看这些 没有看这些 就请了黎振满牧师上去 讲他当年如何吸毒 本来他做警察 他就说警察是否真的有牌烂仔 他这个如果放在现在的处境 又很适合 又如何 他说我以前当警察 真的有牌烂仔 一打开铺满牧师 没有整盆白粉在里面 警察又如何 但后来我悔改 信了耶稣 现在做牧师 这样就支持政府 不是我说 这样就是支持政府 那铺满牧师是什么 的确在今时今日 你看警察对付那些 示威人士的时候 这句话是正确的 当然有牌烂仔 你说那些警察 现在都是对付那些 示威人士就是欽招 插尼的小掩 很多现在你看到电视机那种 所谓冲突 与示威者之间的关系 你都永远有一件事看不到 就是阴招 他走过示威者的身边 握你的小腿上三寸下 上五寸下五寸 又或者就是这条腰 这个位置 应该这么说 这些位置你握下去 你不会遇到 但是你会痛 你飞气那些 然后你大腿 知道大腿是哪个位置 最痛吗 大腿内側 这些位置 内側 会用脚顶你 踩你 或者你走路的时候 他特意勾你 形成一种好像 肢体冲突 或者形成一种 挑衅示威者的情绪 这是警方常用的手法 所以我们经常说 非负力抗争 可能就是防止对方 现在最惨的就是 其实很少人提了人 提了不是人不提 除了这些网台提之外 我想主流电视台也很难说 不会探讨这些 亢唱站也不会找过 你甚至立法会议员呢 李兆光找你 李兆光找我 可能一讲开这些东西 我不要理他了 他是曾经上过这个节目的大夫 记不记得 有两集很留 大夫说 再上来 我先打脈 没错 好 继续 不好意思 李兆光 不是李兆光 说回我 阴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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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阴招令到大家 无法伸冤 立法会议员都做不到 说不到 因为警察还可以 说到自己堂而皇之 没有事 没有这些事 又我们有内部守则 要你内部守则是一张纸 因为现实场景 又是一件事 没错 所以要回答这些废话 先讲一下梁美芬 这些是这样的姐妹 是 黎振满牧师 刚才就是说那位 上去J2那位牧师 她那段片就是说梁美芬 是西九需要美芬 美芬 没错 有美芬 西九需要美芬 因为美芬有承担 接着她就说西九是什么呢 西九是很复杂的 黄倒独 样样齐 西九需要美芬这些 那么爱主的姐妹 做立法会议员 令到西九重现光明 通常呢 接着她的会众是在拍手 黎振满牧师的会众 支持美芬 对 支持美芬 十三逮捕机制 十三逮捕牧师 另外也说说 另外一些牧师 基督教领就是如何支持梁美芬 譬如苏永智 这个不用说了 大家再 但这段片没有了 现在剷走了 我希望大家有心 人能够看完这个节目之后 麻烦 有这段片 即苏永智拆梁美芬这段片 麻烦找出来 是 是 他自己剷走了 不要让他 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应该有朋友 背景了 因为我们相信是复活的 希望令到这段片复活 没有错 是 基督徒相信这些 没有错 还有就是陈世强 陈世强本身在大陆有很多 千丝万两的生意 生意的关系 本身也是 他现在不是敬拜会的会友 我最新收到消息 好像说别人都很不赞他 是的 希望得以澄清 得以澄清 希望 不知道是不是 我们就没有抹黑他的 我怕他出了私信 告阿拉TV 林一华会很害怕我 不怕 这有Jeff顶住 欧嘉年顶住 不怕 如果告青台 即好像我上次被人告 那你顶住 告阿拉TV 不用你顶住 我们顶住后面 整个九号龙殡仪馆 有多少大英姊姊姊 陈世强在这段片里面 就赞美婚姐妹 就是有爱心的基督徒 其实这个逻辑很奇怪 为什么有爱心的基督徒 就是值得各位基督徒 支持他做立法会议员 就算苏永智也是 我认识了茂波几十年 即是陈茂波 茂波是一位热爱家庭 有爱心 有承担的基督徒 为什么这样就要选择做立法会议员 真是很奇怪 这些牧师的逻辑很差 很可想而知 譬如梁燕成 梁燕成大家应该都知道 他说他自己是学者 曾经被毁文说 他涉结共产党的炼花洞 梁燕成 很不客气 还记得他用John Ross 来支持功能组别 他就用正义论来支持功能组别 这真是令到很多支持正义论 John Ross的人非常愤怒 即是说李嘉诚其实是弱势 即是我们大家欺负李嘉诚一个人 没错 即是这样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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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燕成如果大家有机会 他不是贴了一条线 是贴了九条线 是啊 梁燕成是怎么支持梁美芬呢 其实我很少支持政治人 因为我是一位学者 以及我是一位政治评论人 我希望保持一个中立的独立的冷静分析 但今次我也要出来支持美芬姐妹 真的这么说 是啊 你自己上网再看吧 OK 梁燕成就是这样支持梁美芬 李炳光 PK李是你跟他熟 我想他也不知我什么名字 秦道卫里联合教会的PK李 他自己这样介绍自己 他说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PK李 可能他想搞笑 他向大家介绍他是PK李 他也是怎样去支持梁美芬 他的论据都是说梁美芬 我认识过梁美芬很久 我向大家诚意推荐这位 又爱主又有意识 那梁美芬可以一个人回几十间教会 他怎样 我不知道 你为何那么熟 我不知道 梁美芬会那么多基督教令就 为什么梁美芬以前不是跟吴志森拍档 梁美芬跟吴志森拍档 以前做过那个节目 就是自由风自由洞 是啊自由洞自由洞那个 梁美芬做过自由洞自由洞 梁美芬做过自由洞自由洞 现在就找了刘贝琴 是 以前他也找过人 叫做梁美芬 就是找一些建制人 去登陆吴志森 是 除非那些牧师 是大听自由洞自由洞 是 没理由他可以 又说个个认识了几十年 那天外主 你回了多少间教会 你有多外主 我又不知道他以前 就是我们回教会那么久 又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用永期才是离谱 用永期怎样离谱 用永期才是离谱 用永期才是离谱 你懂得用永期这人 真是人渣中的人渣 怎样呢 那会不会被他说我诽谤他 你骂完的东西 通常跟着他都很糟糕 你看看亚洲电视就知道 你骂完他堕落 他真的不堕落 都不行了 他想告你也不知怎样告 全城都说他堕落 我说无端端放了江泽民死了的消息之后 反而说他有吉士 其实从我那角度 我会觉得他有 不是叫有吉士 他是抢新闻 他讲了一个九成的事实 但是他没有揣摩 王晶没有揣摩上头的意思 不小心洩漏国家机密 因为现在都没有 无端端去了那么远 没关系 我想到你如何 无端端现在 上面江泽民的势力 他还没摆平 或者他那个派系 还没搞定的时候 他不能死 其实他死了没有 看他死的定义是否 科学上他还没死 实际上他死了九成 其实不会错的 应该他死了 其实你也知道 他拔开一条管就死了 他找一条管 插着弄一些东西 我不懂 或者他用针灯 针灯 活死人 对 如果不是那人 就跑出来澄清 对吧 对 龚泽民为何不推他 应该跑出来澄清 即是杭申的时候 又说死了 立即推他 即是你习惯了 你等于那一陣子 小日夫死了 那一陣子又说 又出来澄清 那一陣子都这么做 金正日说他就是死了 死了 又跑出来揮手 你过一个星期 什么都好 他会自动 摸着核弹 走 我看不到他会跑出来 因为他无能为力 而黄晶 只不过他收封 正确 但是被人滑了一锅 就洩漏了一个机密 现在就很尴尬 按计黄晶 他跟内地的关系很密切 正如我上次有几集 在青台里面说他那种 对 对 没错 他收到封 其实江泽民已经死了 他想着在我这个亚市里面 第一手资料 香港良心 最快最新最真 对 对 谁知道是出事 他被他自己的那些人 出事了 消息是真的 但是政治不正确 他出事更严重 不过他报价消息 因为那个假消息 你收错封 你只是道歉 以前CNN或者NBC做过 你道歉 现在问题是他要承担很大的政治 那黄晶是否 照计政路是否应该被人拿来打把 还是什么 亚市那个 我想他这些人都不会做得久 不会做得久 收购也好 或者他一定 有第二个 即大陆会指败第二个有钱都拿来 会有 他一定会面对很大的冲击 加上他现在的亚市 他契弟到责任给新闻部 是的 他赖新闻部 我看到有一段的报道 黄晶真的是很 很多教牧师的感觉 一些传言说 现在他找梁家永等 吃了一只死猫 公布了死讯之前 是约了他们一个秘密的会谈 是的 很明显 这件事黄晶也是被人痛 很不过他习惯 是的 那这件事是怎样放下来这里 很简单 真的 就是黄晶根本是收着北京的意旨 这班牧师 即大胆假设他们都是收着一个 那个意旨 我明白 这部份人是收着意旨 一部份人是揣摩意旨 揣摩意旨 中国人是做奴才可以说是professional 即这些牧师可能是收到 即是中央北京或中联办 揣摩到 他们需要梁美芬当选 是 这个建制派议员 所以这些牧师 譬如五山河这些 说就说是政教分离 不碰政治 但是去到这些位 你逐个逐个称出来 逐个逐个称出来 问他你有没有敢说 你有没有跟中联办 甚至是国安吃饭 吃饭都没有问题 他里面有没有曾经叫你帮帮忙 对梁美芬 这些说话 你逐个称 那他可以说没有 那你自己不要紧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有信仰 你便回去跟上帝交代 他可以说没有 不要紧 他口眼无耻 他骗得我们 不骗得上帝 如果他心里面 还有上帝 这两个字的话 是 但我不相信 这些东西 尤其是梁烟成 庸永期 庸永期 刘金胜 甚至 你刚才一开始说 黎振满 陈世强 陈世强 你怎会不好 张鸿秀美 本身又不是一个坏人 但他本身是一个政协 张鸿秀美 是基督教例行会的总干事 亦都是一个 我要看一些资料 不知道是什么地区的政协 地区的政协 是 你看看那种的关系 千丝万留 你不相信 本身基督教 已经被中共的一些意志滲透 我不是说牧师是共产党员 我不是说牧师是共产党员 他自己本身 要生存也好 或者他自己虚荣感也好 已经是拜了魔鬼 其实最恐怖 我忽然间讲道 不好意思 如果读圣经 是一个三次试诞耶稣的故事 又拜魔鬼 又给了 万国荣华富贵 是的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故事正正落入 香港基督教的状态当中 他要拜中央 拜共产党 他就拿到他需要的东西 包括他的虚荣感 包括他的地位 你想想 其实大家的教友都知道 你和所谓的大牧师打交道 他不断下下下下 他真的会不会 真的会不会 到最后甚至是鼻子更大 鼻子更大 鼻子更大 鼻子更大的高官 随时 是 眼角高 那种东西 大家其实是教徒 甚至是透明 只不过自我麻醉 觉得他很忙 很辛苦 什么牧者 那些 哪有 这些人静客 都不得了 牧师 勇永琪 我想说一下 他在支持梁美芬那段影片中 他说梁美芬姐妹 他拥有基督教的核心价值 就是行公义 好联敏 全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 好 很厉害 我现在就试试说公义和联敏 梁美芬如何公义 他这三年内的公义和联敏 不知道在哪里 是的 在大保机制这件事上 也看到梁美芬姐妹 其实他在初期 见风洗礼出而反而 不用说大保机制 直接看他如何投票向勞工的问题 他都是左而右擺 你不要以为他开始撑最低工资 也不是的 见风洗礼 见风洗礼 就是说大保机制 大保机制簡直是剥夺 我们的选举权这些不公义 是 那你怎样 好联敏 是什么 贤穿前谦卑的心 是是 行公义好联敏 近期那种对大保机制 惩罚选民的论调 已经非常激到不谦卑 是 是 我麻烦你那13个这样的烂鬼牧师 这些这样的政下牧师 建制派牧师 出来 我可以跟你道歉 但是你要交代 你要承担一个责任解释 为什么当时你要支持梁美芬 对今时他的表现 你有什么解说 还有基督教 为何和公民社会的差异 是这么大的 香港基督教 人家香港公民社会觉得 很合适的 例如林瑞伦 和梁美芬 这些 但是香港基督教 当他是保 林瑞伦第二兄 就不断被邀请 他的教会那里 讲见证 和讲道 很奇怪 对的 对的 就是对的 基督教末日 末日论 对的就是末日 末世论 末世论 还不是末世 这封信也是7月13日晚 包围立法会的时候 是有人读出来的 你 不是我 那晚我没有空 我不会在那里 有一位朋友 是代表这封信 写了这封信的朋友 是读出这封信 你不去吗 我下午会去 我四五点的时候会在那里出现 希望大家 继续守望着这十三位 基督教的建制派的领袖 香港建制基督教的领袖 五山河也榜上有名 可能梁美芬不是矮矮肥肥肥脚粗 梁美芬不是矮肥肥脚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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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尖咀利剪肥脚 所以五山河目斯是喜欢这些 下集再跟大家见面